Lilux安装基本服务环境 基本的操作与权限管理我们已经掌握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安装一个Lilux的基本服务环境 将我们之前的单体应用结构可以部署到Lilux环境当中 也就是类似于发布到生产环境 那么我们知道安装运行Java应用程序 最基本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JVM 因为所有的Java程序都是运行在JVM之上的 所以我们需要安装Java运行环境 那么我们这里是安装JDK Tomcat也是运行在JVM之上的 那么MySulker是作用来当做数据库使用的 我们需要在Lilux上面安装Java Tomcat MySulker 才可以正常的运行起我们的单体应用项目 如何安装Java 步骤操作非常简单 首先是去它的官网下载它的最新版本 那么现在的最新版本应该是在Java9官方提供的Java9 但是我们不是用Java9而是用Java8 最新版为161和162这个版本 我以152为例 教大家如何在Lilux上安装JDK 下载完成之后 我已将所需的文件放置在环境目录下 有一个Java目录 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Tomcat 一个是JDK 那么在官方网站里 我们下载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下载的是Lilux的64位版本 并且是踏包的版本 tar.gz踏包版 那这是我们需要下载的版本 好 我已经下载好了 那么第一步 我需要将JDK上传到Lilux服务器中 如何上传 Excel这个软件有一个叫做XFTP的文件 在上面可以使用快捷方式打开 叫做新件文件传输 点击 那么此时我就已经连接到了我的Lilux服务器 这种连接呢 是通过叫做SFTP的方式连接 默认正常我们知道 可以使用FTP的方式连接 端口为21 那么我们已经开启了SSH端口为22 所以此时我们可以使用SFTP的方式连接到Lilux服务器 直接通过22端口进行传输 这叫SSH传输 那么这个现在当前的位置是在我的Home 鲁斯威尔目录下 我们使用上一步可以进到根目录 一般我们会将我们所需的文件 需要上传的文件传输到一个指定地址 我就将我的文件传输到download下 找到我们的环境文件 选中上传 此时我们使用 LL查看 可以看出 Tomcat与我们的JDK 已经成功上传到Lilux服务器中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安装JDK 第一步是解压缩 可以看到多出了一个叫做JDK1.8的目录 这里面就是解压缩后的Java的目录 那么我们知道我需要将它 JDK这个在之前课程当中我说过 这个有一个目录结构 叫做USR的 用于存放系统应用程序 比较重要的目录 USR LOCAL 本地管理员软件安装目录 意思就是 我们自己安装的软件 需要放置在User LOCAL目录下 所以我们需要将 我们的JDK目录 移动到USR LOCAL目录下 MVJDK1.8移动到USR LOCAL目录下 那么它不让我移 是因为我没有权限 那我们切换到管理员 MVJDK1.8移动到USR LOCAL 目录不见了 CD到USR LOCAL 可以看到在LOCAL目录下 多了一个JDK1.8这个目录 那么现在 当前的目录的所有者是 鲁斯菲尔 当前目录的所有者是 鲁斯菲尔 我们需要将它切换为 Route 就是CH On Change and Honor Change and Honor 切换所有者为 Route 用户 -R Route 用户 Route 组 Route 用户 Route 组 JDK 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成功将 JDK这个目录 的所有者 变更为了 Route 用户 Route 组 那么Route 用户 Route 组所具备的权限是 首先它是一个文件夹 Route 用户拥有 读 写 可执行的权限 Route 组拥有 读 可执行的权限 其他用户拥有 读 可执行的权限 这是JDK 移动完位置 下一步就和Windows 差不多配置 配置环境变量 ETC Inviewment ETC Inviewment ETC Inviewment 这是环境变量 所以配置文件 都是在 ETC 目录下 这是环境变量 默认已经有了 一个环境变量 名字叫做 Path 这个Path的路径 就是 SB B SB B 这些 从这个环境变量 可以看出 这就是我们之前 说的 B 目录 SB 目录 都是存放 可执行文件的目录 如果没有 这个环境变量 那么我们所谓的 LL LS MKDIR CAT等命令 将无法执行 我们将 JDK的环境变量 Java的环境变量 配置进去 Java的环境变量 配置进去 复制 粘贴 那么我现在的目录 不带 Java 就是JDK1.8 我把它删掉 那么此时 我就通过 Export命令 导入了JavaHome 与Jahome 两个目录 并且把它设置到了 ClassPass ClassPass 环境变量中 那么此时就是 JavaHome JavaHome Jahome Jahome 类似于 Windows 填的是一样的 实际上 保存 退出 不放心 可以看一下 ETC Envelement 在这里 那么 JDK的 环境变量 就 配置成功了 但是这个变量 是系统变量 这里配置的是 系统变量 此时我们的这个 还没有生效 继续 系统环境变量 配置完成之后 还需要配置 用户环境变量 所谓用户环境变量 你为JDK用户 配置的环境变量 在你普通用户上 是不生效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账户 都有自己专属的 环境变量 那么我们要配置一下 用户的环境变量 ETC Profile 输入 复制 这一句 粘贴 没有Java这个目录 好 那么这里 注意啊 Export Path的时候 这句话 Dollar Pass 千万不能删除 不然 该用户的环境变量 将 不再生效 那么 你的所有操作命令 不再生效 保存 推出 配置完用户环境变量之后 需要使用Source 需要使用Source 让用户环境变量生效 那么用户环境变量生效之后 我们就看一下 Java 安装成功 并且是Source 你要注意啊 安装的时候 如果这里是Client 就说明你安装的时候有问题 这里必须是Source 回到这个 鲁斯菲尔用户 我们再看一下 Java 杠 Wars 依然是Command NotFound 原因是 原因是什么呢 鲁斯菲尔这个账户的 用户环境变量 没有生效 我依然需要使用Source ETC Profile 使鲁斯菲尔的账户 环境变量生效 Java Wars 那么JDK就 安装成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